黄子江 孟耿如这天在台北出席公益活动 为受虐儿童发生 这次活动也是二人婚后首度同台 大家就发现一件事 就是耿如好像还不习惯叫娇娇做老公 还是有一点点改不了 因为我又觉得老公这个词很像很私下的词 所以我就说我老公 我不知道我还是心里有点害羞 好吧 谢谢耿如 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谢谢耿如是不是很奇怪 谢谢娇哥 两人新婚不久就出席活动 少不了会被传媒追问生育计划 而娇娇和耿如都表示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当然是一直有这个计划跟想法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会对这个世界又有一些新的看法 对这个地球各种的人为的因素 或者是天然的因素 有一些疑虑 这家人会不会催啊 家人啊 家人啊 不会吧 其实我父母亲蛮开放的 就是顺其自然 虽然两人不介意同台工作 不过娇娇就透露 有一种节目是他一定会拒绝参加的 可能不会接实境秀了 就是一直24小时被拍 吵架也要拍 怎么样也要拍 我比较不想这样 我比较希望我们出来的时候 都是正向的或者是幸福感的这样的 罗志祥和前女友周杨青的情变风波 在台湾娱乐圈搞到满城风雨 这天娇娇也有分享对猪杨情变的看法 我自己当然也经历过一些事情 所以这么说吧 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 好好过 好好活 好好做该做的事 那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 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